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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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长选举 民进党派出姚文志 对战柯文哲和国民党丁手中 不过前副总统吕秀莲 一句民进党拜拜 引爆绿营的分裂危机 吕副总统退党 对民进党伤害多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 现在就是请全力去 卫留一位担任过副总统 一位前辈 一位曾经这么卓越的一个女性 党内资深立委王定宇 笑得很尴尬 除了吕秀莲想走 还有前台南县长苏焕志 拖党参选 年底选举刚踏入深水区 自己人就先瞧不拢 一定是气氛不好 他才会想要离开这个 我讲的这个大家庭 所以这个时候讲的话 我们常常在处理家庭纷争 都会说这个时候的话 先不要放在心里面 不要往心里面走 不对我们就改 讲错了 我们也不要去把它放在心里面 呼吁党内有错就得改 话锋一转 再对柯文哲开炮 既然是老板自己在那边 用这样的名词放话 我觉得这真的不妥 这等于是习惯性的用案件 来去伤害别人 批评柯文哲 为寻求礼让 放案件伤人 被这把火烧到的 还有出战新北市的苏贞昌 苏院长宣布参选的前后 其实我们跟柯市长这边是 坦白讲是没有什么接触了 我们要参选的是新北市长 那么台北市呢 就是我们的邻居 所以我们不对邻居 说三道四 指指点点 苏巧慧急着替爸爸撇清 毕竟颗律确定分售后 党内出现轻科 反科 路线纷争 双方的互动也变得格外敏感 怀民新闻江显东张正豪 台北报导